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达到了37.8万平方公里 人口总数约为1.26亿 现役军人约26万7千人 就这些数据而言 我们很难将其称之为一个真正的大国 但就其军事实量而言 我们确实又不能对其小觑 需要理性的分析与看待 之前 日本声称半小时内可以灭掉我国航母 靠这件武器就能大人不惭 我们对此专门做过一期视频 关注微信公众号超级军事迷 回复出云即可观看 接下来 我们就通过一些主要的数据 对日本的军力情况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1.航空自卫队 战斗机 F-41J 改U-02 87架 F-15G F-15DJ 203架 F-2 80架 侦察机 RF-41J U-02 27架 空中预警机 E-2C 13架 E-767 4架 运输机 C-12 5架 C-130H 16架 较连机 T-3 50架 T-4 212架 运输直升机 UH-60G 黑鹰 31架 CH-47 15架 此外 由日本自行组装的首架F-35战机已于近期进行了第三次飞行测试 想必F-35A的加入会对日本空中自卫队的实力起到一定的作用 2.日本海上自卫队 大型直升机运输舰 2艘处云级 2艘日向级和1艘白根级 宙斯顿舰 4艘金刚级 2艘爱荡级 非宙斯顿舰 2艘骑风级 4艘秋月级 5艘高波级 9艘村雨级 8艘昭物级 6艘出雪级 6艘奥威级等 常规潜艇主要有 5艘苍龙级AIP潜艇 11艘清潮级 2艘春潮级 其他潜艇主要有 6艘笋级导弹艇 2艘魔舟级补给舰舰 3艘石河田级补给舰舰 1艘千代田号潜艇支援舰 1艘飞鸟号试验舰 5艘碎滩级训练舰 2艘普贺级扫雷支援母舰 3艘八重山级扫雷舰 2艘江之岛扫雷舰 3艘平岛扫雷舰 12艘尖岛扫雷舰 8艘雨河岛级扫雷舰 两艘响急水声测量舰等 3陆上自卫队 7四式主战坦克700辆